那個也不要學 就總結 買三八就好真的熟悉我 那些車子你買來會落價 賣了啦 你只要不要去買到 不要去肌肉部居然瘋了 我朋友剛才有這三八要買的那一家三十 那你買就沒辦法了 你如果剛才去菜菜的人說我剛才買到十萬而已 都一十萬在買賣 你剛才說你車上有這麼輕 騙什麼二十吋 三十幾吋 那不管啦 你知道嗎 會記得你如果買肌肉部來買車 你要有什麼準備 有可能會死在那裡 死在那裡不是真的GG 你會成為別人家的列務 因為現在 以前我們十幾年前買一種車 是賣樓你起了一堆人不算賺錢 八萬 五萬 十萬 十五萬就知道你負責了 你去就把他的錢拿走 但是你如果是肌肉部在買的車 它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有一個缺點 你沒有方便去代價 而且你買來後 如果有問題塞塞漏漏漏 很麻煩的 還沒煮太久 你知道嗎 所以 像你說 你如果俱樂部在買賣車 你有去看車 買車 你自己心裡那一把尺尿放好 每一個俱樂部都有這種問題 都有進去全部砍高 或是說我朋友剛才有一台在買的 不然你可以先試試看 如果不相信你先試嘛 你不要說保養學家的嘛 你就先試試看 像說我是個新手 想說大概想買一台來玩看看 不知前輩的想法如何 不然古人就跟你說他們朋友一隻 但是他會跟你說的喔 但是你不能用外面的芭樂家來看喔 這樣的話會會紅色的三色 還叫來嘛芭樂車 堵到沒在堵了 真的堵到沒在堵了 所以麥酒 溜溜笑笑 吃兩瓶麥酒 了不了解 說這樣 現在三杯的車 你不會輪到外面的人收了 他的肉都是裡面發主的 你自己有買一台車 你就開始起生那種貝品 包括很多那種老車 也不會到沙漏場了 他不會輪到沙漏場去買一買你知道嗎 好 可以換那個主題了 大概就是笔到這樣